11月4日 艺人袁永怡 亮亮 周万奇 郭显妮在铜龙湾西圣广场出席 愿望成真基金会活动 三位大门人的出场 引来众多徒人驻足观看 亮亮表示当父母 都想尽量满足儿女们的愿望 而自己也很幸运 目前可以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现在她的愿望 我能做的 我都会尽量去 让她成真的 因为我现在的愿望 我觉得小孩子呢 有时候多一点梦想 或者是多一点那个愿望是好的 当然我觉得也很幸运 就是当父母的可以满足她 亮亮的儿子魔童生日将去 至于如何为儿子庆生 她直言儿子从来都不要求开派对 只跟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吃饭 玩开心就足矣 还好她从来都不是那种 需要很大的派对的小朋友 她很喜欢找几个好玩的朋友 吃个中饭 然后找一个地方就玩起来就可以了 亮亮还大抱 儿子现在会故意说一些 让女生讨厌的言语来引人注意 嘴巴比老公张志玲得还坏 我觉得她老爸比她嘴巴比较好一点 我儿子嘴巴有时候蛮坏的 去哪个呢